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na 歡迎來到網路天空 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產品是 非主流不得不愛 TR350高清版攝像頭 你們可以在螢幕上看到攝像頭的內容調整 然後這邊是已經有調整過後的參數設定了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還原到預設值 它有水平翻轉功能 然後還有垂直翻轉功能 這兩個功能都可以在背光補償這邊做調整 再來是亮度對比 亮度的話就是越往右邊拉會越來的亮 然後往左邊拉越來越暗 對比的話呢 越往右邊拉就是對比越明顯 往左邊拉就是越來越暗 比較對比不明顯 色差補正呢 往左邊拉也是比較暗的 往右邊拉它就會越來越亮 越來越水 然後會比較像曝光的感覺 色調的話我們往左邊拉它是比較偏冷色調 紫色綠色的感覺 往右邊拉呢 它會先經過粉色橘色 然後再來是綠色 中間的話就是比較偏正常的色系 彩多的話呢 我們往左邊拉就是比較灰階 比較沒有色系的感覺 往右邊拉呢 色彩就會越來越明顯了 再來清晰度的話 越往右邊就是越清晰 越往左邊就是越模糊 喜歡朦朧美的話就可以記得往左邊調整喔 再來自動模式控制有 曝光跟白平衡 它都有自動的勾勾 都勾起來 然後我們現在把曝光的勾勾 它在最右邊就是曝光度最大 所以看起來好可怕 然後呢 我把往右左邊拉 就會變成黑畫面 然後再把它勾回來 白平衡勾勾勾 它有紅綠藍三個選擇 這三個顏色呢 都是越往右邊拉 就是這個顏色就會越鮮明 就是越多 然後我們再把它勾回來 它就會回復到正常的顏色了 它就會回復到正常的顏色了 再來是特效 特效有復古 霓虹燈 布片 擴散 抖動 浮雕 監視器 還會一次出現九個小畫面 然後還有馬賽克等等 相框的話有明信片 電視機 花 叢林 雪 報紙等功能 然後當你不想要這些相框或特效的時候 就按這個取消特效分相框 它會完完全全的回復到原始設定 連你們這邊設定的影像控制跟自動模式控制的參數 都會回復到原廠設定了 然後我現在把它載入 我一開始就要儲存好的設定值 然後還有縮放功能 我們要勾起啟動縮放功能的時候 才可以使用調整 它還有拍照功能 拍照有十秒 五秒 跟三秒做選擇 不會像之前一樣一按下去就立刻拍照了 再來特效功能有豔麗 當你按下去這些特效的時候 它會出現不得不愛的這個Logo 還有夢幻 清晰 美膚 淡斑 當你不想要這些特效的時候 就再勾銷一次 就好了 然後這個攝像機 它USB的連接線上有一個旋鈕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它的功能 現在是完全沒有開的狀態 然後我現在慢慢把它轉到最大 可以看得出來它越來越粉粉的 然後開到最大之後呢 它看起來就會膚色比較好 然後比較粉色細 有粉粉紫紫的感覺 然後我的介紹就到此結束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歡迎參照那個商品附贈的說明書 或者是洽詢網路天空喔 謝謝大家